跑到屋外去納涼了 把時間交給記者李佳彥 好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放眼望去 民宅一片漆黑 沒有住家燈是亮的 還有台電人在一旁想修 原來是地下電纜燒毀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前景區 成功一路及前景二階 深夜接近11點 住家突然無預警停電 我是10點40 40幾分收到區公所 他那個防災群組 通知說這邊好像有 人口該有些許冒煙的狀況 他們要過來搶修 說大概要再施工的話 可能要一個多小時 不可能睡得去嗎 不可能啦 要怎麼睡得去 沒有電無法開冷氣吹電風扇 不少住戶全都熱到受不了 跑去屋外拿扇子扇吹吹風 可能還要到幾點 哦 復電喔 幸好經過台電人員搶修 電力終於差不多 在一小時左右復電 所有住戶都能開心回屋內 這回地下電纜燒毀 導致停電 共影響九十多戶 但為何電纜會燒毀 詳細原因還有在釐清 以上是我們的消息 主播